歡迎大家繼續收看自己做Fundman 今集繼續有鷹Sir黃國英 鷹Sir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鷹Sir 今集我們開始講現金牛 上一集就講現金牛就是大池當中的大魚 即是說池和魚其實大致上面大定了 就好像中電、港燈、領展這些有策略性資產 你之前其實都教過這些就是買回來長渣當作後衛就行了 其實為什麼又要再講 你小心點 其實懶是勁其實是投資一個大技 現金牛的道理其實是很淺的 但是明多點的話操作上一定會事半功倍 我們未講現金牛的特質之前 不如先看看領展由2009年金融海嘯之後 開始升上來的走勢 看看你覺得有什麼特別 股價走勢不斷上升 還要升得好像很有規律 一格格那樣 沒錯 因為它長期不斷在那樣升 所以你覺得不需要怎麼理它 放在那裡做後衛就可以了 其實這也是很多投資者的心態 他們覺得也不用怎麼理它 正如我們所講過 強股再強手就不會隨便走 所以其實領展的貨源 其實在街上不算太多 而由於它長期升得太強 所以你又不是很覺得它曾經調整過 但其實你看回 在2013年年初的時候 它就曾經回過兩成那麼多 為什麼業務又那麼穩陣 又明知長遠會變成股王 當時的股價也跌得這麼厲害 因為現金牛的特質和債券差不多 股價走勢和預期回報率很有關係 2013年年初的時候 市場第一次說聯儲局將會收稅 於是人們又覺得領展的時候的回報率不夠吸引 舉個例子 我們當領展現在股價61元 它每年會派2.3股息左右 即是大概3.07度 你試試算算一下 萬一市場覺得要4.07度才夠吸引的話 那股價應該會跌到多少 讓我先算一下 即是將2.3除回0.04 大約即是57.5 即是若果添添添添添0.3厘 股價分分鐘已經要跌3.5 對 因為預期回報率是放在墳墓那裡 才能脫回頭 所以影響就很大 其實如果人們預期回報率要高一里的話 領展便已經跌兩成 現在的息口還要慢慢升 那領展為何股價還會這麼強地上升 因為樓市升得太厲害 那些人就開始將領展的回報率和收租率比較 其實現在你買實物收租的話 普遍來說是只有兩厘左右 就算你譬如恆基之前買了美利道地王 那些人的估計都是只有兩厘左右 其實實物收租的回報率是遠遠衰過防托基金 但依然那些人不斷向實物 其實可能是因為信不過那張紙 或者嫌張紙沒有手感吧 但是其實領展不是一張普通的紙 其實背後都有磚頭支持 越來越多人接受了領展這張紙的話 將回報率慢慢和收租的拉近 領展就開始有機會升到爆 那其他沒有收租概念的現金牛藝是怎樣 那表現就削很多 因為那些人始終都覺得做生意是高風險的 其實我們可以用美國的包裝食品 或者日用品這個板塊來做例子 那他們都是世界龍頭 生意很穩定 譬如金武湯或者是家樂士 那樣 自從2015年年底市場再次預期會加息之後 其實他們股價十幾個月來都沒有什麼表現 那大家今集就明白了利率預期 如何影響到股價走勢 下集英Sir會跟我們說一下 現金牛股價走勢如何益格格 以及如何操作 下集再見 拜拜